散文 哀歌 作者 何其方 像多物地带的女子的歌声 她歌唱一个充满了哀愁和爱情的古传说 说着一位公主的不幸 被她父亲禁闭在塔里 因为有了爱情 阿德利因或是斯尔威 奥雷利亚或者罗拉 法兰西女子的名字是柔弱而悦耳的 使人想起纤长的身段 鲜长的手指 西班牙女子的名字呢 闪耀的神秘的有黑圈的大眼睛 我不能不对我们这古老的国家 抱一种轻微的怨恨了 当我替这篇哀歌里的姊妹选名字 思索又思索 终于让她们成为三个无名的姐妹 并且 我为什么看见了一片黑影 感到了一点寒冷呢 因为想起那些寂寞的同时吗 三十年前 二十年前 直到现在吧 乡村的少女还是禁闭在规格里 等待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在欧罗巴 虽说有些时候 少女也禁闭在修道院里 到了某种年龄 才回到家庭和社会来 和我们古老的风袭 仍然不同 现在 都市的少女对于爱情 已有了一些新的模糊的概念 我们已看见了一些勇敢的走入不幸的叛逆者了 但我是更感动于那些无望的度着寂寞的光阴 沉默地在憔悴的珠唇边 扶着微笑属于过去时代的少女的 我们的祖母 我们的母亲的少女时代已无从想象了 因为即使是想象 也要凭借一点亲切的记忆 我们的姊妹 正如我们 到了一个多变幻的歧途 最使我们怀想的是 我们那些年轻的美丽的姑姑 和那消失了的规格生活 我们看见了苍白的脸 出现在小楼上 像远山 像蓝天 和一片白云开着的窗间 已很久了 又看见了牵肠的 指甲上染着凤仙花的红枝的手指 在暮色中 缓缓地关了窗门 或是低头坐在小凳上 迎着窗间的光线的刺绣 一个枕套 一副门帘 厌倦地 但又细心地赶着自己的嫁妆 嫁妆早已放满几只箱子了 那些新箱子旁边 是一些旧箱子 放着她母亲 她祖母的嫁妆 在尺大的袖口上 箱着宽花边 是祖母时代的衣饰 在锦袖口上 箱着细缘的断边 是母亲时代的衣饰 都早已过时了 当她打开那些箱子 会发出快乐的 但又流出眼泪的笑声 停止了我们的想象吧 关于我那些姑姑 我的记忆是非常简单的 在最年长的姑姑 与第二个姑姑间 我只记得前者比较牵肠 多病 再也想不起他们面貌的分别了 至于快乐的 或者流出眼泪的笑声 我没有听见过 我倒是看见了 他们家里的花园了 清晰 一种朦胧的清晰 石台 瓦盆 各种花草 我不能说出 他们的正确的名字 在那时 若把我独自放在 那些飘带式的蓝叶 乱发式的万年青叶 和棕榈叶间 我会发出一种迷失在 森林里的叫喊 我倒是有点喜欢 那花园里的水池 和那乡间少有的 三层楼的停格 它曾引起我多少次的幻想 多少次幼小的心的激动 却又不敢穿过 那阴暗的走廊去攀登 我那些姑姑 时常穿过那阴暗的走廊 跑上那曲折的楼梯 去跳远吗 时常低头 平在池边的石栏上 望着水和水里的枣草吗 我没有看见过 他们的家和我们的家 同在一所古宅里 作为分界的堂屋前的石阶 长长的 和那天井 和那会做回升的高墙 都显着一种威吓 一种暗示 而我那比较先长 多病的姑姑的死号 就由那长长的石阶 传递过来 让我们离开那高大的 空墓的古宅吧 一座趋向衰老的宅舍 正如一个趋向衰老的人 是有一种怪癖的 捉摸不定的性格的 我们已在一座新住的寨子上了 我们的家 临着姑姑们的家 在寨尾 成天听得见 打石头的声音 工人的声音 我们在修着碉楼 水池 依我祖父的意见 依他哪些 虫石的木板书 或者发黄的手抄书的意见 那个方向的那年 是不可动工的 因为一书上的话 犯了三上 我祖父是一个博学者 知道许多奇异的知识 又坚信着 谁要怀疑那些古老的神秘的知识 去同他辩论吧 而他已在深夜 在焚香的岸前 送着一种秘籍做阳姐了 送了许多夜 使我们迷惑的是 那阳姐没有效力 首先 一个石匠从眼尾跌下去了 随后 连接地死去了 我叔父家 一个三岁的妹妹 和我那第二个姑姑 关于第三个姑姑 我的记忆是比较悠长 但仍简单的 低头在小楼的窗前 瞄着花样 提着一大圈钥匙 在开箱子了 忧郁的微笑伴着毒语 坐在灯光下 陪老人们打纸叶子牌 一个哈欠 和我那些悠长 又单调的同时 一同禁闭在那寨子里 高居在岩石上的石柱的寨子 使人想象法兰西 或者意大利的古城堡 住着衰落的贵族 和有金色头发 或者绿色头发的少女 时常用颤抖的 声上天空的歌声 歌唱着一个古传说 充满了爱情和哀愁 远远的 教堂的高阁上 飘出红亮 深沉 仿佛从梦里 惊醒了的钟声 传递过来 但我们的城堡 却充满着一种 声音上的荒凉 早上 正午 几声长长的鸡蹄 青色的眼影 爬在城墙上 迟缓的 终于爬过去 落在檐下的田野中了 于是日暮 那是很准确的实际 使我知道 应该在什么时候 跑下碉楼 去开始我的早课 或者午课 读着那些古老的 不好理解的书籍 如我们的父亲 我们的祖父的同时一样 而我那第三个姑姑 也许正坐在小楼的窗前 厌倦地 但又细心地赶着自己的嫁妆吧 他早已许字了人家 依着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一切都会消逝的 一切都应了 大魏王指环上的名语 我们悲哀时 那短语使我们快乐 我们快乐时 它又使我们悲哀 我们已在异乡 度过了一些 悠长又单调的岁月了 我们已有了一些 关于别的宅舍和少女的记忆了 凭在驶行者的 弃船的栏杆上 江峰吹着短发 刚从乡村逃出来的少女 或是带着一些 模糊的新的观念 随人飘过海外去了 又回来的少女 从她们的眼睛 从她们微醋的眉头 我们猜出了什么呢 想起了我们那些 年轻的美丽的姑姑吗 我们已离家三年 四年 五年了 在长长的旅途的劳顿后 我们回到乡土去了 一个最晴朗的日子 我们十分经历那些树林 小溪 道路没有变更 我们已走到家宅的门前 门发出衰老的声音 已走到小厅里了 那些磨损的漆木椅 还是排在条柱的两侧 桌上还是立着一个碎蛋瓶 瓶里还是什么也没有差 使我们十分迷惑 是闯入了时间的过去 还是那里的一切 存在于时间之外 最后 在母亲的病发上 我们看见了几丝银色了 从她激动的 不连贯的叙语里 知道有些老人 已从缠绵的病痛 归于永息了 有些壮年人在一种不幸的遭遇中 离开世间了 就在这种迷惑又感动的情景里 我听见了我那第三个姑姑的最后的消息 嫁了 又死了 死了 又被忘记了 但当她的剪影在我们心头浮现出来时 可不是如一位西班牙的散文家所说 我们看见了一个花园 一座乡村的树林 和那些蒙着灰尘的小树 和那挂在被冬天的裂风吹斜了的 木柱上的灯 木柱上的树林